东区的东信礼每逢端午节前夕都会分送爱心肉粽与白米给社区的关怀户 这天一早社区的妈妈们就来到活动现场绑粽 而东信礼也购买花莲农会的白米来赠送 不只要为自己的社区民众送上爱心 也协助远方花莲进行赠灾重建 志工妈妈们手练的动作包着肉粽一旁则是加紧脚步来分装 东区的东信礼每逢端午节都会绑爱心粽来送给里内的关怀家庭 让大家都能够享受端午过节气氛 端午节每年的里长都有送粽子还有米 有粽子吃谢谢里长 很感谢 然后如果还有减重的话更好 蛋黄还有香菇还有干贝 将各种好料放入粽子里 在经过蒸煮后一串串好吃的粽子就出炉了 这题一共准备了将近4千克的肉粽来发送 里长表示这些粽子的好滋味可是让大家回味再三 这些料大家吃了都非常开心 尤其大家吃了都会怀念 很多这些粽子 他们都很希望我们明年年十五十六九 他们快要快要来领这些肉粽 甚至某些肉粽的家庭已经有改善了 我们感觉有改善了 我们就说近年我们就把这些粽子与扭给白人 但是他说里长你们白的肉粽非常好吃 他就是要爱我们的肉粽 他用买的也没问题 让我们听到的感动 不只送粽子每年也会一起来赠送白米 而这一次特地采购花莲的白米 希望这一次的活动不只将爱心送给东信里的捐迷 也送到花莲协助地震重建 接下来引台中厂报道 所以这里是个赶紧帮助地震重建 这次总比赶紧帮助地震重建 用这次费异次仆帮助地震重建